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模拟后托力的后托 还能载几个软弹 首先 附送的子弹和nerf有些差别 应该是略粗一点 我用手头的nerf弹做个测试 有的明显就太松了 会掉出来 有些还能用 说明发射器比较挑 再有就是两家的长度不一样 普通的nerf弹还能勉强用 一些特殊头的就和钳管打架 原厂的自然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子弹选择就有些局限 装填时候 软弹要塞到主体这边 而不是钳管侧 就像是一个碎法 这点就有点奇怪 再单量就是一法 每次都需要中折打开 中折结构又是单独运作 不联动活塞 合上之后还是需要下拉上糖 这就让中折和下拉两个人都很尴尬 最后就是透明的震动后托 很短很玩具 那接下来我们就改改 首先拆开 好 先看看气缸这儿的构造 装填子弹的这管子和气缸是两部分 而且没有用胶水粘住 就是直接套上去的 内部有空宝结构 实实气密 也还行 这分体设计对我们来说就方便不少 首先用一个打印的推卷 替换装弹的管子 前端我有套上一个合适的欧圈 后端和气缸接上 方式也是直接套上去 不过打印架的气密和原始的没法比 这里需要用密封胶或者生料袋处理一下 处理好了 现在的气密还可以接受 前管部分是两片壳 原厂甚至没给一个内管 不过问题不大 这里我们用到第二个打印件 一根多发的管子 这根管子可以容纳三发短弹 这样下拉的话最起码能连发几下 就没有那么鸡肋了 管子前端需要一根外16内13的金属管 塞进去 长度差不多就行 这里也需要密封固定下 好弄好了 这管子两侧有卡榫 通过它俩就能固定在前管中 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增加一发载弹量的空间 我怕射程太拉 就还是控制在了三颗 也可以了 看看工作方式 管子装填短弹 然后中折部分归位 套住推左 形成一个亲密结构 很简单 最后改改后拖 后拖组件整体弃掉 用第三个打印件替换 这是一个拖芯 直接卡在原始拖的位置上 没问题 这里拖芯我做得很短 对比下工匠的 将近短了一半 我切去了后边这四个调节口 主要是为了节省打印的时间 后面那么长也用不太上 好 那改件部分就介绍完了 组装 组装好了 感觉还是挺搭的 然后安装一个好看点的后拖 插到位 再搞个玩具描 放在导轨上 锁紧 完工 试验一下 每次上膛有低头一下 基本是没有空发的情况 再来一次 如果塞两个长的 也是可以 总结 所有的改动都没有任何的切割 改件除了打印件 就是一个欧签和标准的接触管 可以说是零难度了 希望能让这把发射器增加点可玩性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需要模型文件的 可以给我留言 感谢观看 拜拜 拜拜